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陈岸老师 首先恭喜大家 从小学六年级这个阶段毕业了 进入了非常重要的国中学习阶段 在这个阶段当中 同学一定被许多人恐吓过 告诉你国中所学习的东西 比起你国小来说 可以说是变难了 可以说内容变广泛了 老师今天就花一点时间 用我的专业跟大家来聊一聊 你国小学的国语 到了国中学习的国文 有什么样你必须在学习上面 注意的地方 又或者是考试的趋势是什么 我们今天就透过这支影片来告诉大家 当然如果你有任何想讨论的内容 欢迎你留言在老师的频道底下 老师会一一的回复各位 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各位订阅分享按赞开启小铃铛 老师还会持续的分享 许多跟国语文相关的知识给大家 我们话不多说开始咯 第一个课文的篇幅变长 以及阅读测音的难度增加 篇幅变长这件事 大家各位非常好理解对不对 你翻看你的国文课本看一看篇幅真的变长了 篇幅变长意味着你学到的各种东西就多了 字音字形变多了 成语变多了 要背的注释也变多了 这是科文篇幅 另外阅读测验各位特别注意 阅读测验很重要 我们国小考试考的阅读测验 一般来讲答案就在题目里 甚至一模一样的字都会出现 所以很多同学习惯写阅测的时候直接去找 找寻那个答案来 接着填上去就结束 国中不是这样考的 国中阶段理解整篇的文章主轴是什么 段落大意在哪里 举例有没有 是正面的例还是反面的例 修辞法有用了哪些 这些东西在国中阶段都是普遍会出现在考题当中的 同学不可以不小心这是第一点 第二文言文的难度增加 你国小学的文言文就是两种状况 第一个非常短篇很简单的文言文 第二种直接给了你文言文的白话翻译 你学的是白话翻译 在国中阶段我们学的文言文 它的题材内容会比较来的广泛 除此之外在你考段考的时候 你一定会写一种从来没有看过的文言文 那这个时候就是许多同学准备断考时的伤痛 他课内的准备非常充足 但是一碰到课外的阅读 尤其像文言文 兵败如山倒 那各位其实这类的题目很简单 就是你在学课内文言文的时候 能不能够文一之时 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嘛 那你学校所课文当中所学过的文言文的这个字 来运用在你没有看过的文言文当中 这才是正确学习文言文的方法 你才能够读懂更多的篇章 就是文言文方面 第三个基本功相当的重视啊 各位在国小阶段学最多的 写最多考最多的 就是造样造句 造词这种东西 在国中阶段全部不考 国中重点在于自音自行自义 成语 他会考这个成语的运用方式 他会考这个成语的相似或是相反的成语 那这些东西除了你课本当中所讲到的 还有延伸 相似的读音有哪些 都是在国中阶段常考的基本功 第四个国学常识 要注意老师这边讲的国学常识 是国文课本当中不会出现的语文常识 它会出现在你的国文考题当中 但是不是国文课本里的任何一个单元 这样懂意思吗 这就是最多人说 国文这课准备起来虚无缥缈 就像大海捞针一样 因为要学的东西其实非常的广泛 举例来说 歇后语也是一种考题 例如我们说的纸壶的墙壁 什么叫纸壶的墙壁 靠不住嘛 一靠就倒了 叫做靠不住 例如我们说的外来语 像各位同学你知道什么是外来语吗 它跟闽南语方言又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或者我们说的年龄借贷法 这些东西都属于国中阶段会考的国学常识 最后一项作文 各位在国小时都写作文 大部分都写继续文 了不起加上抒情文 在论说说明这一块是比较少出现的 而大部分写的是你个人的生活经验 例如你听过的一首歌曲 你出去玩的一个地方 这是你国小阶段 但在国中阶段 我们要对生活周遭更多的观察 我们可能要了解的是社会的现象 我们可能要了解现在的一种趋势 这些东西都有可能考 所以说明文是爱考的一种提醒 另外还注意 现在流行的叫图表叛读 给你一张图表 问你这个图表所代表的现象 接着你再根据这个现象 写出你个人的感受跟想法 这是现在最流行的写作方向 以上老师整理的五点 在你国中准备国文的考题趋势以及方向 如果你有任何学习上的困难 或者想跟老师讨论的地方 欢迎你留言在底下 告诉老师 老师会一一的回复给各位 在影片的最后提醒大家记得订阅分享 按赞开启小铃铛 老师后续还会分享更多 跟国语文相关的知识给大家 谢谢各位 再见 拜拜